待會我們要查什麼 比如說我們要查那個就是 已經有ID了嘛 所以我可以透過ID 可以把這些資料查到 並且得到我要的資料 OK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找這個的話 那我要把這些帶過來 當然在資料庫裡面 其實資料庫 Excel就是在HS資料庫的話 它可能這個就是一個資料表 那不過在Excel裡面叫工作表 不過我覺得概念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也實際上我們現在就是 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資料 它的名字叫什麼查過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Vilo函數 可是如果說你在那個 什麼資料庫裡面的話 你可能就要學會一個語言 叫SQL SQL SQL 它叫它讀作叫SQL SQL OK 那SQL的話你可以怎樣 SQL語法 你可以查一下 SQL語法 或者是SQL語法教學之類的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相關的教學 那實際上 裡面呢你主要要學會什麼呢 學會最重要的第一個 第一個就查詢 它這邊一堆啦 不過最重要的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大概四個 slater 查詢的話在下面一點 它主要這邊一堆 slater 查詢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這樣 我要怎麼樣去查資料 或者是說怎麼更新資料update 什麼新增資料是insert into 等等的 這邊其實都有 裡面應該有一個那個 查詢 裡面在第一個 slater 最重要的 那怎麼去查資料 它這邊有相關說明 那其實顧名思義啦 slater就是什麼 幫你找到 其實 在 那個 Excel裡面 除了V2函數之外 它有點類似 像Excel裡面的 篩選 有沒有 所以你翻譯的話 也可以 slater可以翻譯成叫篩選 篩選 篩選後面的話就是 加哪些欄位 Front哪一個表格 表格 表格實際上是table table就是 就是那個資料表 OK 所以這部分有興趣同學 我想可以自己再稍微了解 OK 那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Excel 不過我覺得Excel 有好處就是 它提供給我們比較多 比較簡便的方法 可以暫時跳過SQL 然後可以達到我們要的這些效果 OK 那其實它概念都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 Name 這個它的編號 那請問一下它叫什麼名字 不過其實它裡面已經給了相關訊息 這個是它的名字 可是呢 我不知道它的什麼 它的信 所以後面再try個信就好了 有沒有 要不然的話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你就拿這個ID 去前面這個bookingID裡面找找看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把 它的 第 H跟I 第6 7 8 第8跟第9把它 插 帶過來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bookinglist 第一個 Name插入函數 一樣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減四語參照裡面的V欄數 V欄數這個 要找什麼 Look at value 一定是找編號 找這個 去哪邊找呢 F3 去booking booking指的是哪一個呢 其實就是前面這個總表 OK 這個就我們剛剛做的 所以如果你剛剛 這個ID做錯的話 有沒有 那後面也會找不到 特別是你前面如果沒做對 後面也會跟著做不出來 好 所以待會如果你發現 情況後面 對對啊 怎麼找不到 你又要看一下前面有沒有做錯 好 因為前面跟後面是有關聯性的 那我們在這邊 那 他會問你第三個問題 那你要找第幾欄的資料 1 我一定是找這一欄 然後我要把哪一欄的資料帶過去呢 H跟I OK 那我就先帶H好了 第8 比對方式要一模一樣 好 OK 那現在按確定看一下 這樣的話呢 會不會是我們要找的 那一個人的名字呢 欸 找不到 OK 第8 好 我剛剛選錯了 所以特別說 前面如果你後面發現找不到 請你看一下這個 那裡面一定有錯啦 我剛剛看一下 這個選錯了 這個應該是選哪一個 選 不是這個 應該是check in 我選錯了 這個才對 找到了 原來 兇手就他 OK 如果這個地方的話 假如說改過之後的話 那把它向下再填滿一下 OK 這樣應該就對了 好 連一些東西也常常也發生錯 我 我 原來自己 有沒有 Romeo出來了 OK了 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呢在什麼 end 串一個空白 串一個空白 然後在end 什麼呢 就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 改成那個9就可以了 因為後面那一欄 所以第9欄 OK 把第9欄帶過來 enter 這樣OK 那名字的話很快 有沒有 全部OK 那他的rome number的話呢 那當然前面有 rome number的話是 第 rome number是在6 所以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一次 把改6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加一個 等於6就可以了 rome number 那其1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把check out 減check in 就第5減到第4 所以第5減第4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好像感覺到 我都要用貼的 等於第5 把它減掉第4 第5 減 這邊有個減 減掉第4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幾碗都OK 所以你會發現 在excel裡面呢 就是靠V的函數幫我查 那在資料庫就是靠Seql 所以以後如果你換一個地方 你就學Seql 你就會資料庫 概念是一樣的 OK 那Price的話比較麻煩 Price的話就是 這個錢 所以你可以有沒有 先用文字函數碼 的什麼呢 的Labs Labs的左邊 這個編號的三個字 有沒有 G1E dash 然後呢 再加上end什麼呢 end房間號碼 有沒有 這個是你要找的 這個是你要找的 房價 OK 所以再把這個串好 前面三個字 串後面的減下來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最近用過的V多函數 然後去什麼呢 把它貼上 去F3 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Price這個 這個裡面呢 幫我把第二欄查過來 然後比對方式要一模一樣 輸入0 OK 一個晚上3,800 向下填滿 這個的話呢就是 等於 幾碗 乘上 幾個Price 打勾就OK 向下填滿 好 這樣就完成 OK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ID OK的話 那後面的資料呢 其實就是可以從 前面的ID 通通可以抓過來 所以現在不論是 飯店管理也好 或者是什麼呢 金融業也是一樣 反正你客戶嘛 你的資料 我就一個ID 全部你的資料 我都全部都可以抓過來 也不會錯誤 或者是說 剛剛舉的任何例子 反正 只要有一個key 有一個ID 那他就可以 自動幫我帶出 我要的其他資料 所以 以後如果你們將來設計的話 可能 就要慢慢遵循 類似的概念 就是資料庫 慢慢一定要先產生一個 有ID的一個總表 那如果你將來要去做 像這個帳單 bill list 的一個報表好了 那你就可以從總表裡面 透過什麼呢 透過ID去把資料 通通帶過來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那不只是這些 蠻多地方都一樣 所以這一題主要 第一個了解 關聯式資料庫 如何在Excel裡面操作 第二個在Excel裡面 如何透過V路函數 去幫我查到 對應要的資料 第三個就是 背後呢 你可以再利用 名稱 定義名稱 像那個Look Price有沒有 或者Booking 其實他背後 都是一個定義名稱 那只是說 因為這一題已經都定義好了 我們不需要 重新定義 但如果未來你要 自己 要用那個名稱 你就自己重新定義就好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著把 飯店管理這一題 先試著做做看 好嗎